好 有请今天的第一位选手 万小梅 女27岁 江西 惠州卫生学校护士专业 中专 长脚一只梅 凌寒独自开 我叫万小梅 大家好 我是一个92年的姑娘 是一只小猴子 然后我今天很开心来到这个节目 未来我也要像你们一样成为优秀的企业家 谢谢大家 觉得是护理是吧 对 但是后来我这看你上面好像要做生意去了 能说说你中专之后是干的第一份工作是什么吗 中专我留在家里 我家是开了一个3000到4000平的商场 我待在家里面做了一个采购跟前台的收银工作 那你们家经济收入还可以 以前可以 后面就家里有点事情 父亲生病我就把商场是已经卖掉了 我父亲走了之后 所有的压力是在我身上 我知道我应该要出门工作 那你的父亲大概在病床上被病魔折磨了多少年 五年 这五年家庭应该很难受 经济跟我们家属的心理会有点承担很重 因为当时如果去重症ICU抢救的话 一天是一万多的医药费 如果不抢救的话 每天大概是几百到几千是要的 我不知道目前我是很少去过清明节 或者是说父亲节 我甚至过年我都不怎么去看 因为我觉得如果我不去看他 我父亲还是一直在的 只是我现在见不着他了 这对于一个17岁的女孩来说 还是难以接受的 所以你这一辈子立志 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的有尊严 有价值 有尊严 有价值 对 所以17岁那年你就出去了是吧 我是17岁去打工 就服装批发服务员 后面就去做了一面 你是自己创业吗还是打工 对 创业 创业 自己开 你自己也动了 动得好像还挺重的 我感觉你脸上就两种表情 一种是笑 一种是愤怒 没有那个细微的表情 我跟你挑一个人出来 来 李雨昕到台上 李雨昕 请问你站在他身边 有身高上的被压迫感吗 还真没有 还真没有 那这种自信来源于哪里 自信这件事吗 也许在今天我们颜值上的提升 能给我们尤其是女生 有增加一部分自信 但是内心的储备 能跟人 其实包括未来的 未来的路径 成长路径也好 未来的规划也好 都息息相关 其实从这个女生身上看来 她其实是经历过生离死别的 她的父亲 那五年 而且她也经历过最初的 最原始的创业 其实从这个层面上来看 她的人生是有积累的 对吧 但为什么总是感觉 这个女生站在这个舞台上 是挺挺玉利 是挺漂亮 但总觉得缺点什么 那这点东西补上了就更好了 我也说不出来这个东西是啥 我觉得她缺少的是 由累而外的那种自信 对未来的不笃定 张正斌 你今年五十几了 五十一 无胜是三十多吧 三十九 好 三十九 那个九零后观察团 我问你们三个人一个问题 一次回答 先九零后的这个男孩子 这两个女生你选谁做女朋友 我选余欣姐 原因是什么 我喜欢我知道我要做什么的人 你不选择她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她太高了 就是我怕我驾驭不了 来 吴胜 如果从类型上面来说的话 我觉得万小梅这种可能是我这种直男内型的 我会觉得相对还好一些 那我留号码给你 为什么选她 我不喜欢女生短头发太强势的感觉 我不喜欢女强人 来 张正斌 你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我和那个谁 吴胜是一样的 小梅 我跟你说我们俩都是直男同盟 她是这样 就是这个 我对女企业家有一些小的奇异 这个我觉得吧 这个女性当了管理者之后 慢慢的性别的就没了 语言那生活当中的特点就没了 慢慢的就变成女汉子了 所以没有女人味了 那我是这样一个理解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 已经被社会淘汰的中老年男性 然后普普的想要抓人话语权的最后这么一点机会 真的就是 就你们这种选择标准简直就让人侧目 这完全不匹配你们企业家的身份 我们女生自己读书读出来的 然后自己这婷婷于站在这儿有什么可能被你们挑挑拣拣的 你们不想想就你们这样的就到婚恋市场上就有些也不会选你来的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大家忽略了一点 随老师忽略一点 你也不淡定啊 小梅身上也有非常多的优点 他经营企业有自己的想法 你们都没看到 你们就看到人家 挺挺欲力的站在这儿 别转移目标啊 我本来我认为其实我没有想到这个人开始不淡定 你能明显看见这两个人在一起分别流落于这两个时代的女人的产物 一个呢是内心呢其实也是不甘寂寞为了追求事业 但岁月又留下了沧桑 然后呢你就会感觉这真像一对母女 这个话就太狠了吧 如果这个女生其实她有非常好的外形条件 与其是她说她缺乏一份从容和淡定 其实她缺少一份心情和一些气质 她真的是需要生活本身的知识的积累 需要对于生活的理解 她脸上才有那种机制 不是你登上高跟鞋 你都能揣出来的 来 再见 谢谢 没有必要去评判任何人 因为你不是我的经历 我只是要表明我的经历 说我这个人只是一个坚不可摧 很坚强的人 我不会因为这件事情就倒下了 你在深圳创意是做医美 创业的情况好吗 我前面是一个人做 一个人做你会发现没有团队 你就没有办法发展下去 后面我是半年前 就是2018年的时候就去深圳 跟我一个贵人在一起做 从三个人在深圳 做到了现在的80人 那你挣了多少钱呢这几年 几百万 几百万 我觉得她是一个 真的是好有包袱的装在套子里的人 但是又不得不说我很心疼她 就是我们都一边大 但是看着她为什么活得那么累 是因为她的经历 你确实不得不否认 如果这个经历给到我的话 我可能真的还不如她 我说不定没有她那么有斗志 那挺好的呀 干嘛还找工作 因为我们没有经过正规化的东西 说来找工作 就是想学习是吧 对 更正规化的公司 和更大的公司 可以有提升空间 我为什么不去学 你最想学习什么 你觉得自己最欠缺的是什么 企业家最根本的 比如说管理能力 运营能力 还有一点是 最缺最缺的 我想要学的是演讲和语言表达能力 你要求薪资多少 一万吧 一万 那个应聘的岗位是 项目经理 或者是你有产品 我可以给你做产品变现 这一块 那你这说的是合伙 我们是求岗位 那就项目经理吧 项目经理 市场部也可以 相关职业也行 相关职业也行 对 在干这份企业的同时 你原来的公司你还得管 也管啊 好 来 第一轮选择去过来 还有三盏灯 天灯 我有才 很多人看到我 就像你们评论的一样 你就是一个花瓶 你家里绝对绝对很有钱 但是并不是你们想象中的那样 就像你们看着我 哦 你很漂亮 这样子 我从17岁的时候出门打工 是因为家里实在实在太穷了 想象得到那种房子是倾斜的小木屋 外面下着大雨 里面下着小雨 这就是我的小时候 我搬家不止十次以上 21岁的时候 我父亲生病了 得的是肝癌晚期 我跪在重症ICU的门口 我拉着医生的手 我说求求你救救我爸爸 我想让他活下去 但是生命无常 我父亲还是过世了 我告诉自己 我要活得有价值 有尊严 我要活得跟别的女生不一样 我要改变我的命运 我要保护我唯一的妈妈 我要给我妈妈世界上最好的爱 25岁的时候 我遇到了我生命中的贵人 一个人优不优秀 不取决于他的财富多少 不取决于他是否读哈佛大学 也不取决于他外表有多么出众 取决于他内心是否真正的渴望 真正的变成更加优秀和生命的追求 谢谢 当我看到小梅这段演讲的时候 我的心一个是揪着的 从头到尾在舞台上 这一段时间我想有几个次 第一个抓 第二个 我想呐喊我行 第三个我要找人来证明我 我觉得这是我感受到的东西 我今天那一刻我掉眼泪了 就是我真的是被打动了 就我幻想有朝一日 如果我要顶起家里的顶梁柱的时候 可能也会有他那种无依无靠的感觉吧 刚才的演讲根本不走心 你的演讲的内容 我仔细地从头听到了尾 逻辑上完全走不通 但是用了一种会交的方式 用训练的方式把嗓门喊出来了 你有哪部分走心了 你没过声剧的时候 根本声音都没有哽咽 在说到父亲的时候 你有感情在里头吗 我相信有 但是不是你想用声调来表现的那个感情 我能听到的是一个经过训练以后的 呐喊的声音 我不是专业的演讲师 这不是专业 不要专业 落到你这个岗位 你这个套路 第一点我不是专业的演讲师 我对情感的表达可能不到位 因为我不是演员 明白吗 而且在舞台上 你现在表现的就像演员 还有你这件事情 我已经过去很久了 我已经长大了 我不会站在这里一直哭一直哭 我要爸爸我要爸爸 这是不可能的 因为我已经长大了 我知道我要事业了 而不是说我要你们可怜我 不需要 因为我觉得我是需要突破 才会来一些平台的 对吧 如果我觉得我不需要学习了 那我就是一个井底之蛙 天天待在家里睡觉就可以了 我为什么要来北京 为什么要来深圳 他就得靠这种 给自己营造出个坚强的壳来 逼着自己带这种狠劲 来面对这个世界 他才能够活下去 才能够走下去 姑娘 你有一点让我感觉不舒服的地方 就是你的才艺表演 就是你在用道德绑架 让我们无法去反驳你任何问题 你做了一个非常非常高大上的演讲之后 可是你没有为任何企业 做好你入职的准备 也就是说 你让我们严重地怀疑 你站在一个道德的高度 其实是来秀自己的 道德绑架 我就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会说我道德绑架 每个人经历不一样 我只是把我经历说出来而已 对不对 经历不同 那我选择不同 也很正常呀 有纠结 也有一丝不安 怕他内心的那种 那种锐气的力量 会让他走上偏路 来我们进入职场情商课 你跟上司正在讨论事情 同事进来告知 有你家人的紧急电话 此时你会怎么做 第一步问 是否知道这件事什么事情 如果不紧急的话 我就会继续开会 我觉得挺好的 因为家里人一般不会给公司打电话 给公司打电话一定会特别着急 其实这道题考的不是接不接家人电话 是你如何跟上司沟通 你如果身边你老板是这样 对吧 他现在跟你说 这个第一季度中间的重要的销售数字 以及你必须要完成的东西的时候 你是转身走的 你还是要跟他用一个什么样的方式 来讲这个事 不好意思 我有点急事 我家里面特别急 所以我等会可能会回来 也可能不会回来 谢谢 然后我感动就会走的 好像还是 对情商差点 这点就不用再吹喵求刺了 他回答已经很完美了 我觉得 我问一下岗威 你现在讲一件事 就是如果你在深圳那样一个激烈竞争的市场中间 你是靠什么能够去拉心留存激活转化 我们是处于线上 没有说线上去透客这一块 做的是线上引流小粉丝 在经过培训教育的情况下 因为我们吸引的粉丝 他的年龄阶段比较小 18岁到25岁左右 所以我们是需要去跟他培训教育 告诉他我们应该要怎么样的活着的 来 那个小斌解读一下他的社交数据 万小梅是一个外貌协会忠实会人 对自己和别人的外形要求都很高 和他最匹配的是 云朗文化的赵小夜 两人都追求时尚时尚最时尚 和他最不匹配的是 举嫌网的王上锋 前场最不爱打扮的就是王上锋了 互相没什么可聊的 来 第二轮选则取回 该讨论都讨论完了小梅 对啊 只有一句话奉送 爱自己 尊重别人